去年中央实施租赁住宅市场发展跟管理条例 期望保障房东跟房客之间的权益 其中房屋租赁业者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最近新竹市各大租赁企业 共同成立了新竹市租赁住宅商业同业工会 期望互通有无也提供更好的服务 那因为我们这个协会 因为一开始在成立 我们都是由当地的我们房仲业 以及租赁业的业者来成立 对那未来当然我们就是要推广 就是第一个就是推广政府的法令 这个租赁装法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扶植我们的业者 已经加入的或者未加入的 准备要有兴趣要来做的 我们会宣导他怎么来去做 包租贷管的这方面的业务 中央大力推动社会住宅 其中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是 全新的社会住宅兴建 但其中还有一个包租贷管的事办计划 新成立的租赁住宅商业同业工会 也期望能够为弱势尽一份心力 社会住宅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小英政府的 25万户的社会住宅 那其中12万户它是会用来新建的 那另外的8万户就是全省这个8万户 就是会用在全省的现有的房子 把它释出来加入社会住宅 那在新竹市它大概分配的额度就是800户的户数 那当然这个房东再加入我们这个方案里面 就是会有非常多的好处 例如第一个每年的1万块的休战补助 那房屋税地价税变成自用住宅 还有众所税的减免 那这些的措施还有最大重点 房东也不需要付任何的仲介费 就是交由专业的租赁管理公司来去管理 对房东都不要付费用 那这些费用会由政府来去支付这样子 租赁业者是房东跟访客之间的桥梁 中央推动租赁专法将建立租屋市场制度 也期望降低纠纷 守护全体国民的权益 凯破新竹 陈洛依红蔡文企采访报道